好那么下面呢咱们就开始啊正式的去讲这个神经网络 别看咱们现在才说正式开始去讲 其实啊来说神经网络当中所有的细节都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接下来咱们就需要把这些细节啊给它拼装起来 拼成一个神经网络不就OK了吗 这里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我看过很多教材啊在讲这个神经网络的时候啊 都在说一个事儿都在说这个神经元模型啊 他是说神经网络是有很多很多的神经元组成的 给大家一种概现象就是说 大家是不是认为这个神经元是神经网络结构当中的一部分 咱们现在不是有w当权重有x当输入吗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神经元啊 可能是用一个符号s来表示啊 或者是用一个符号用什么来表示是吧 大家觉着这个神经元它是真的存在吗 我先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 大家觉得这个神经元它是存在的吗 因为我现在看了无数本 不能说无数本 看了几本讲神经网络书 基本上在讲神经网络的时候 必须要先拿这个生物学的模型 先从你神经元的角度去说 你这个神经网络是怎么回事儿 然后我就是说 我简直我即便我是明白这个神经网络 我看了蛮这些东西 你给我讲乱码七刀神经元 轴图速度 生物学模型 我也是不懂了 存不存在 咱们一会儿再说 好那么现在呢 咱们来说这个神经网络啊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大家看这个图啊 这个图啊 就是说它是一个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啊 就是说我们看啊 首先来说 它是一个层次的结构吧 它有一个输入层 有一个隐层一 隐层二 还有一个输出层 那么给大家一个非常直观的概念 就是说 神经网络从结构上 从一个立体的角度来说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啊 它最明显的一个结构啊 就是说 它是一个层次的结构啊 有很多很多的层 正是通过这些层 组成了咱们一个完整的神经网络 Input层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咱们的输入X吧 比方说 咱们现在的一个输入有三个相处点 X1还有X2 还有这样一个X3 那么中间这些是什么 中间我们看啊 这块有一个第一个隐层 这块还有一个第二个隐层 那么大家如果说你想把它当成神经元 那么就把它当成是一个神经元 也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你不把它当成神元 我们就当它是一个 当它是一个层 它里边有什么 咱们先不管啊 咱们就瞎说啊 这块现在有四个东西 那这四个东西是什么 其实来说啊 这些神经元是不存在的 只不过说呢 为了让大家方便去理解 在这里呢 咱们多了一个东西 叫做神经元 大家别以为啊 这个神经元 好像是神经网络当中 哎呀 我是不是要造一个结构体 造一个类 专门定义这个神经元 其实这些东西啊 都是没有的 只是说啊 为了大家方便理解 我画了这几个圆圈 说了神经元这个东西啊 大家要理解这样东西 那这个神经元既然可有可无 那你说中间的是什么呢 其实上这些中间的东西啊 就是咱们权重参数的一个计算结果 这些计算结果怎么来呢 我们看 X1首先来说 它是跟谁相连的 它是跟这些线相连的吧 没有这些线 它能够到中间蓝色这个区域吗 它是到不了的吧 所以说一个非常重点的东西 就是说咱们这些线 在咱们神经网络里啊 咱们把这些线就当成是第一 就当做一个第一层的一个权重技术吧 比方说我用W1来表示 左边W1连什么 左边它连的是这个X 右边连的是这个隐层 所以说呢 比方说这个W1等于什么 这个W1它就是等于一个三乘四的矩阵嘛 中间咱们需要先定义好 比方说你这个隐层 它是有多大呢 或者说它是有多少个神经元呢 那么这个神经元啊 其实就相当于咱们权重参数当中的一个部分了 就相当于W1 W1相当于什么 W1就相当于咱们把输入层跟中间隐层连起来了 咱们做了这样一个操作 那么后续又做什么操作呢 是不是这块 第一个隐层跟第二隐层之间又给它连一块了 我们还有一个W2 然后呢隐层跟输出层之间有什么相连了 有W3又相连了 咱们之前怎么说的 一个得分函数是一个W乘X吧 那对于神经网络来说 它的一个得分函数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一个W1乘一个X1得到一个中间结果对吧 然后呢我再用W2再去乘这个中间结果 又得到了一个HeidenLayer这个第二层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我再用W3再乘这样一个结果 是不是就得出来了我最终的一个输出值啊 也就是说在神经网络当中 其实呢是由这些权重参数的一个组合 我们看是由它们的组合吧 最终表出来它的一个输出的一个值究竟是等于多少的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神经网络模型 那么现在来说啊 对于这个模型来说 咱们需要指定哪些参数呢 有些参数啊是必须要给大家指 有些参数是必须要指定的 比方说咱们不是有W1还有W2还有W3吗 这个W1W2W3它的Shape分别是多大 这个东西啊你是必须给我指定出来的 也就是说W1前面点多大 后面点多大 W2前面点多大 后面点多大 W3点多大 后面点多大 这些东西啊 你都要非常非常给我明确的表示出来 是吧 哎你要给我表达出来 这个W1W2W3 它们分别的一个大小是多大的 存A 那么咱们来说啊 其实不是说咱们一个W乘X 也能够完成这个式子啊 你为什么给我整这个隐层呢 那咱们来说说 为什么要存在这个隐层呢 现在啊 咱们先不说啊 一会儿会给大家揭开这个谜底 为什么存在这么多层 既然一个WX能完成这个事 我何必要多个WX共同完成这个事呢 在这里啊 大家先来看 它是一个线性的方程吧 我们看啊 一个线性的方程 W乘X首先来说 它是一个线性的方程 那么线性的方程咱们来想 神经网络是不是如果说你用一个线性的方程来说 给它加上了一些局限性啊 正常情况下 我这么想 正常情况下 一个神经网络 它是能够往这块伸展 也能往这块伸展 它应该是很任意的吧 但是呢 一旦你加上了一个线性 是不是说 只能横着一刀 竖着一刀 然后再这样 再这样 是吧 所以说 对于神经网络来说 咱们刚才说 它第一个特点 它的一个第一个特点 就是说 它是一个层次结构 那么它第二个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吧 它第二个特点 就是说 它是一个非线性的结构 注意到这点 非线性 刚才啊 咱们是不是说 W2要乘上一个W1X的结果啊 这里呢 我又加上了一个什么 加上了一个Max啊 不管你这块加上了什么 咱们把加上的这个东西 叫做一个激活函数 激活函数是什么意思呢 激活函数的意思啊 就是说 我在这里给大家引入一下 在这里呢 激活函数的意思啊 咱们来想 一个线性的操作 它是不是说 分类能力不是很强啊 假设说 一些数据样本点 它是一个非线性的呢 那我现在 我一刀分不开了 怎么办呢 我一个非线性的表达 是不是能分开 这个圈圈和叉叉啊 所以说 在神经网络当中啊 我们也非常有必要 再加上这个非线性 非线性怎么样加呢 咱们需要加上一些激活函数 比方说 咱们现在来说 这个SIGMO的激活函数 在这里呢 SIGMO的激活函数 我们首先看 它首先来说 不是一个线性的吧 因为它是一个曲线的函数 可以把任意一个值 压缩到一个0到1的范围区间上 那么这些激活函数 会不会使得 我整个神经网络的架构 发生变化呢 可以说 正是这些激活函数啊 使得咱们神经网络的效果 会达到这么强的一个效果 咱们来看 这里就是说 为什么咱们有必要加这么多层了 其实来说呢 在这个heiden layer1里边 它有什么 不光有这个WEX 它还要对这个WEX 进行一个SIGMO的一个操作呀 就是说 连了这样一个全重参数 我要进行一个激活函数 再把它压缩成一个非线性的表达 再连一层 再压缩成一个非线性的表达 再连一层 再压缩成一个非线性的表达 这里就是说 咱们有这么多层是干什么 有这么多层 咱们是不是加了更多的激活函数啊 我在第一个隐层后面 可以加一个激活函数 第二个隐层后面 我可以加一个激活函数吧 咱们可以加很多很多很多激活函数 正是由于这些激活函数 才能够使得咱们整个神经网络 表达出来一种非常强大的效果啊 一会儿会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啊 一会儿大家演示的时候 咱们就能看到 这个神经网络啊 它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好 那么这回呢 咱们来说一个单层啊 单层就是说 一个w1乘x 然后咱们加上了一个激活函数 比方说取一个max操作 再乘上这样一个w2 那么双层的神经网络呢 我再乘上一个w3 再加上一个激活函数 不就可以了吗 每一个取max操作 都相当于是一个激活函数吧 咱们来看 max相当于什么 max操作 max它和0之间 那么也就是说 当这个值 它是小于0的时候 那是不是小于0的时候 它是不存在的吧 如果说大于0的时候呢 它是可以存在的吧 也就是说 像是一个软路激活函数的 一会儿呢 咱们再来说 这个软路激活函数啊 是什么意思